很多外省的朋友 包括我的同学 特别我军校同学 认为我是外省叛徒 尤其我是政战学校毕业的 政战学校最主要就是 就是做思想工作 对不对 做这个 那么 我们以前的思想工作 不就是以反共为主吗 对 现在你们不反共了 我继续反共下去 就你们为什么我背叛 这就是我们 这个时代里面 大家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结 打不开 那么以我来讲 我就觉得说 当然我也了解说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没有我这么幸运 能够跟本人有这么 深入的这种交集 他们很多都是眷村出来 眷村本身就是一个 语言岛 就是一个特殊族群的一个 就像一个孤岛一样 孤岛会有这个孤岛心态 就是大家内距离很强 但是内距离很强的同时 你台外的心理也很强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最期的乱中有序 爱台客 我是上官乱 我是Rico Rico 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对你们年轻人很好奇 就是像你们现在 这种二十来岁的台湾年轻人中 你们大家之间相互还会有那种分别吗 就是你是本省几代我是外省几代的这种分别有吗 大部分时候都是拿来开玩笑 但不会特别因为这样去分化 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距离感 那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他比如这个同学 他是什么外省三代 然后他可能比如每次投票的时候 他会不会受到家里影响 会不会有什么政治上跟你 政治认可上跟你不一样 你们会有这种想法吗 大部分遇到的可能跟我同辈的外省几代第三代 他们确实家里都会有特定的政治立场 所以他们在家都不谈政治 但他们本身就是跟我们的想法还是比较贴合 就年轻这一代来说 就是年轻这一代 不过老一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老一辈的话就是前几年也有一个 蛮有名的影片在脸书上 就是讲述了一个也是49年跟着那个 政府过千来台湾的一个老伯伯 他的陈述 他就是有说 他其实里面有几段话都让身为台湾本省人的人 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说我们是台湾的新住民嘛 就是所谓的外省人 我们占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可能他们可能是数点望主的关系 他们不能觉醒 可是你台湾本省人 你土生土长的人为什么能不觉醒 今天不要你流血流汗 你的命运就用选票就可以决定 你为什么不好好把握 他就是呼吁说台湾人你们应该要觉醒 你们才是台湾的主人 中国不是台湾的主人 要高兴 哇就是说到这儿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听到这儿 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就说明这种 就是好像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 我一直以为已经民族转型之后就已经消除了 但是看来应该没有消除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的这么身内俱下来 对对对 对就就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就感觉现在如果不管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 如果大家都还是谈到某一个族群 就还是会就觉得这一个他是他是不是觉醒的本省人和外省人 然后还是怎么样 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是更加看重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民主法治 我甚至都觉得其实从法律上来讲 哪怕他不觉醒 他还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对对对对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虽然就是说觉醒的那一部分 他们会令人感动受到鼓舞 就是感觉到这个民主的向心力 但是我就说从法律上来说 他们也是台湾人 就是大家其实更应该从一个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更加可能是 可能台湾如果哪一天走到这个 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再去煽情 不需要去感动去催人泪下 大家才可以接受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时候的台湾是真正特别有自信的时候呢 其实有啦 其实关于本省外省那种省级情节 在我父母那一代还确实会有蛮明显的对立 或者是冲突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 还好就觉得我们就是都一样啊 没有什么省级就是 就像你说的 大家已经不需要去深入巨项 而是大家可以轻松的开玩笑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 才说明这个问题可能这个已经解决了 对这个情况已经慢慢改善 我觉得没有像之前这么严重 对就到你们这一代已经就是不需要去掏心窝子 就不需要去就是那样才能被认可的 就你们大家就都可以开玩笑了 我觉得哇我觉得看到蛮大的希望 我觉得其实台湾确实越来越融合了啦 就是包括对于特定不管是外省人远住民汉人 这种分化客家人比男人已经很少了 大家就是都一样了 现在都拿来开玩笑 大家都拿自己的身份开玩笑 对啊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对不对 对就是偶克下来 对啊 对啊 不过说到这样 我记得去年就是一个 我特别特别敬重的一位台湾学者叫范仇 我还看了他的书 他的很多文章 他就很不幸 就是天度英才去世了 但是去世的时候呢 又有另外一个我特别特别敬重的一位 前前国大代表 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位学者 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先生 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就一个是悼念这个范畴 另一个呢 他在说自己 他在说自己第一次听到被别人说是 你是觉醒的外省人的时候 他觉得很诧异 就说他就身在这儿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认为是觉醒的外省人 还要怎么觉醒 不应该本来就这样想嘛 但更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称为他是觉醒的外省人的时候 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大家的印象中 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是不觉醒的人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这位前国大代表 然后也是这个被踢上标签是 觉醒的外省人的黄鹏孝先生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这一位觉醒的外省人的标签 其本人黄鹏孝大哥 来展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对不对 其实当时 其实当时我就因为去年那个范畴先生嘛 我特别敬重也特别收益匪浅 因为学者他因年先世了 所以当时你其实你那篇文章我特别特别打动我 但是呢当然我也 我更有更多的思考 就是有人把你啊和范畴先生都统称为觉醒的外省人 其实你当时的那篇文章里面 你也在反思 哎为什么 你明明是出生在这儿 对也在这儿 对对 也这么多年其实在都在遵从的内心说话 你的所有的都是全新的诚意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别人就是切上这个觉醒的外省人的标签 你说你当时你一句话你说是你觉得别扭 你为什么会觉得别扭呢 因为第一个我没有觉醒啊 为什么呢 因为觉醒的前提是之前是睡的对吧 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这个对台湾的这种认知感受 或者说是对台湾的这一份的这种爱一直都这样子 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本省人 我的闽南话讲得很不错 客家话讲得很道地 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可以在菜市场冒充本省人 对 然后特别对选举有利 所以选举的时候 这个我就发现说 由于我跟本省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我就可以得到很多本省人的支持 而且这种越是本土人对我的支持 我越是觉得非常的欣慰 因为坦白讲 这个很少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 所以对一个外来人的二代能够摆开一切的这个整域的观念 然后这个来支持你的 所以这方面我讲的最近的一个故事 就是大选前吧 我每次因为我现在住在桃园那边 我每次这个为了上节目 这节目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都是三点钟的节目 所以我大概差不多一点多就出门 出门以后这个吃中饭嘛来不及 所以我就喜欢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台仪县上面有一个卖包子的 它那个包子呢也很特别 说水煎包不像水煎包 说一般的这个蒸的包也不像 但是呢就蛮好吃的 我这边买四个包子 然后买个豆浆 结果呢 被那个店的老板娘的这个 应该是她的这个家母吧 就认出我来 我也很讶异啊 因为我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认出来 哇 你的乌线是怎样怎样 我说是是是 啊 我的那种 很爱听你说的 它是哪里呢 好像是彰化那边的 饿水那边 那么我想说哇 没想到在这么乡下的地方 对不对 还能有人可以认出我来 结果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说 哎 蔡奇有一个我们的乡亲 她说他们争了 一个人出一块 因为我每次买了下来 75块钱 他说一人出一块 要请我吃包子 哎呦 我跟你讲 说实在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这就是台湾的人情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一块钱 一人一块钱 75块钱 请我吃包子 表达他们对我的 这种认同 对我的支持 对不对 真的我非常感动 因为说实在 这种的人情味 就在我成长过程里面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领略到 这个我小学是在宜兰 宜兰有个地方 在郊西跟宜兰市中间 有一个地方叫市捷 一而三市的市 一捷两捷的捷 这个市捷那个地方 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市捷的派出所 在那边当所长 所以这个 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 那个宜兰人的这个热情 做拜拜 真的是全家都要请 然后我记得我那还很小 他们还来背我 背我去 我第一次吃到那个 宜兰人的那个 我不知道这个发音准不准 这是芋泥 甜甜的 然后沙沙的 印象深刻 那么那时候真的 宜兰人的那种人情味 我父亲一直在他有生之地 一直跟他们当地的 都保持了联系 真的是非常温馨的记忆 我在那个宜兰的 四节国小入学 但入学以后 我没有去读 为什么没去读呢 因为我父亲也接到调子令 他调到哪里去呢 调到苗栗的大湖 所以从一个闽南人的 这个聚落 到一个客家人聚落去 所以我后来 我是在大湖国小入学 怪不得你什么话都会讲 对 已经开学了 这个大概两个多月了 这个 所以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 就是没有一所 没有一个阶段 是一个学校读完的 初中也读了两个 高中也读了两个 所以说 当然这一方面 让我要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 第二方面就是说 接触不同的人群 让我有机会 跟这个非常本土的 这个本省相亲 大家一起学习在一起 同学在一起 游玩在一起 那时候大湖还是这个 比较 比较 不是经济很发展的地方 它是在山地跟平地的交接处 所以说我们那边的一些原住民 都泰亚鲁 就是泰亚族 他们也有同学是泰亚族的 这个后来我看我的毕业经年册 虽然我们那个班 有两位是 大家认定他是泰亚鲁 但是后来我看我毕业经年册 我发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客家同学 都有那个原住民的轮廓 因为大家同学在一起不觉得 隔了若干年你看那个照片 原来这个台湾人的血缘是多元的 那么这些多元的关系 事实上也就是台湾之所以能够包容多元的 这个各方面来的外来人 当然一方面也是 不管是民族客家也都是外来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以我母亲来讲 我母亲呢 她这个因为跟着我父亲 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 在缅甸受过重伤 所以她后来虽然康复了 但是她这个感染了这个肝炎 大概是鼻肝之类的 所以她一辈子都带圆 然后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那我母亲就一路跟着她 就是怕她有状况 所以跟着她的结果就走遍了大江南北 从四川你的老家 对啊 然后武汉 然后这个安徽的树州 那个比较靠北边一点 然后这个南昌 湖南 我一个姐姐叫湖南出生 那么还有广东 海南岛 台湾 她在这些地方 她都是外省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以她在各地做外省人的经历 她的总结是 海南跟台湾对外省人最好 这个特别是台湾 所以说 由于她的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在我们家里面 没有人用本省外省 来作为这个人别的这种区隔 我们不会说 啊那个什么 外省怎么样 没有 在我们家里面都讲 哎 那个湖北老 四川老 对 但讲老的时候 都不是非常非常正面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 我们湖南的老乡 安徽的老乡 那讲到广东的话 她的 这个 比较有更多的负面情绪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广东啊 他对于这个 你不会讲广东话的 广府话的人 那简直看你像外国人一样 包括说后来 一些 一些到 广东去打工的 坦白讲 他们有的时候 好像是在这个异国一样 对 那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对于所有的外省 我们不会这样讲 都是哪里的那里的 台湾人 台湾人里面 大概你会分米南人客家人 对啊 所以这个由于我的个人的这个出生背景 还有就是成长过程 使得我跟本省之间 我没有觉得好像说他者的感觉 他说本省 没有 因为我也不觉得我是外省 虽然说小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也有人讲 用客家办法讲 阿山智阿山智 阿山仔 我不觉得说这是什么侮辱 我本来就是阿山仔 对不对 那比起我另外一个绰号 叫黄狗来讲 你不是包黄狗 所以问题是不管是黄狗也好 阿山仔也好 他们经常都选我当班长什么的 对 所以我有什么好闲的 对啊 所以这个我从小在苗栗大湖 很多同学都种水果 家里种水果 跟他们那样去采水果 然后后来什么割稻 我通通这个非常 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不觉得我跟他们 只有什么差别 对 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本质 而且就是很真诚 对啊 但是就是那你觉得就是 可能他们说你是觉醒的外省人 可能他们觉得是褒义 是在称赞你 对吧 但是你会觉得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这个好像 好像意思是 外省人的大部分好像都不觉醒一样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有这样的固有印象 对 坦白讲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 或者一直延续到现阶段的一个特别现象 我明明在台湾出生的 所谓的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 两种的主要台湾话我都会讲 对啊 这样子的这么台的人 结果你们还把我归在外省 我觉得这个我担待不起 但是更让我这个觉得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是 很多外省的朋友 包括我的同学 特别我军校同学 认为我是外省叛徒 他们也觉得你太台了 是对他们的叛徒 对他们的背叛 这个我是对他们的背叛 那么尤其我是政战学校毕业的 政战学校最主要就是 就是做思想工作的嘛 对啊 对不对 做这个 那么 我们以前的思想工作 不就是以反共为主吗 对啊 现在你们不反共了 我继续反共下去 就你们有没有我背叛的 真的不要让蒋军国听到 蒋军国听到半夜都会来找你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大家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结 打不开 那么以我来讲 我就觉得说 当然我也了解说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没有我这么幸运 能够跟本神有这么深入的 这种交集 他们很多都是眷村出来 眷村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岛 对啊 就是一个特殊族群的一个 就像一个孤岛一样 孤岛会有这个孤岛心态 就是大家内聚力很强 但是内聚力很强的同时 你台外的心理也很强 所以这个很多地方就是 当地建筑跟当地本神之间 是在心理上态度上处于对立的 这种状态就是说 造成了他们跟本神之间 好像你我之别 还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利益上的 因为以前像就是 那个国民党退台 后面的几十年 其实是不是大部分的这个 比如公职位置都是给的外省人 会不会有这样的 我觉得台湾人没有这么多心思 真的台湾人没有这么多心思 后来这些说法 其实很多都是 这个外省的本土运动 或者说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 讲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这一些的 这个人来说 美美咳咳 这个外省最清楚 对不对 所以你比较容易知道说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现在228刚过不久 对啊 我就深深观察到一个现象 在外省族群里面 对228有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我还真有耳闻 本省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是本省版本 或外省版本 都因为国民党的这个不清不楚 然后回避这个问题 所以别人说以而传而 怎么样以而传而呢 就是说在 坦白讲 我在进居校以前 我还没听过这些 因为进居校以前的很多的学校 什么都是本省人居多嘛 对 进了居校 大概85%以上 都是外省人 对啊 这个85%的外省人里面 80%以上 都是眷村的 那我就听他们在讲 哎呀228 那个台湾人啊 傻外省人啊 哎呀 在车站的各地方 叫你唱日本歌 你不会唱 就表示你不是本人 就拉出武士刀砍了 什么 说的非常非常的 这个严重 他们这版本从哪来的呀 根据是什么 乙儿传而嘛 天哪 然后 这个 就使得他们有一种恐惧感 然后 认为说 本省人呢 就是 这个 小日本贵子 而且 还有一个传闻就是说 日本人没有完全离开 有20万日本 这个 融到了本省人里面去 我 天哪 这好不可思议 而且还知识分子讲的 言之早早 天哪 但是说实在 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 所以越是这样 我就要追根究底 好 事实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所以当时在台湾的所有日本人通通都要全中回去 只有留了大概两万左右的这个就是说公共事业啊 一些管理啊什么什么这些的 这是依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所留下来 留下来的这些人是维持台湾的一些的正常的运作 那么这些人后来也都陆续的两年以后都离开了 都非常的完整离开 少数跟台湾人通婚的都面临着抉择 就到底你是要选择回日本 还是留在台湾很不容易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是不是有20万胡说八道嘛 然后这个胡说八道还成为这个特别是万省族群里面 认为说最常那你看大陆的一些的小粉红 今天什么日处日本畜生日处 说台湾是日处的后代 我就反驳过这个 我就说你想嘛 日军时代的时候 其实本来日本人他是 他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太看得起那个台湾人的 对所以本来跟台湾人那个通婚的就少 后来这个战败以后 日本人就基本上都走了 怎么可能说台湾到处都是日本后代嘛 对啊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但是这个误区呢 国民党反而觉得说 你们有保持距离是好的嘛 天啊 所以你看 国民党当时很多的规定 是很不人性的 第一个 这个 只有军官能够结婚 四官兵是不能够结婚的 那么结婚要打报告 报告批准 才这个结婚才算数 就误了很多这个外省人的 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升职的机会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 这个国民党还有一个 就是有意无意的 希望说造成一个 你不要 这个 此处好 乐不思俗了 对我们还要反攻大陆呢 对 我们的故乡在山登那一边 对 还要反攻大陆 污汪在局 的那一边 对不对 把 把这国军当作是 以前东北的 这些 东北军一样 对啊 就希望说这些 来台湾的这些国军的 这个或者外省人 你不要认同台湾 对 他们也刻意希望 真的本省人和外省人 就是不要过意的融合 对 对希望保持这种距离 而且 也许因为二二八月关系 就为了反攻 国民党也有很深的危机感 国民党最大危机感 不信任本省人 本省人反攻捣算 对不对 这个 所以 所以他基本上 他希望说 第一个 他把以前 日本时代的 那个 几个州府啊 这些的 把它细分为几个县 所以 这个 你像台东跟花莲 在日剧时代 不是这样划分的 对不对 那么 桃竹苗 以前是 一个州的嘛 对不对 但是 他就把它划分开来 这叫什么 分而自制 对不对 就不让 本省人 能够形成一股 势力 来挑战 我们党的统治 所以这些呢 我后来 我就 我就 人家说 学而不失则待 那么 我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我慢慢的 从现在的 以前的什么 塔利班 现在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中东的 那些一样 我就慢慢的 国民党有意无意的把外省人当作人肉盾牌 当作防止本省人反叛暴动再次二二八的这个盾牌 由于这个族群对本省人的恐惧感 距离感 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有用的 换之就是说 你们要 必然要支持国民党 你不支持国民党 你支持谁 对啊 对不对 偏偏 就是让他们没处可去 没退路 对 他当初 从大陆来台湾的 都没爹没娘嘛 对不对 大家都把 老蒋当作 爹一样嘛 所以老蒋死了 哭的 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这就是那种心态 所以大家就第一个 把国民党当成一个大家庭 然后这个 他的归属感 不是政治而已 是心灵的归属 觉得好像说 很多老一辈子说 哎呀 国民党把我们带到台湾来 也要把我们带回去 哎呀 老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还没把我们带回去 就死了 怎么能死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的心态 叫个孤臣镊子 孤臣镊子 对不对 所以 正因为你是孤臣镊子 所以你更要 巩固领导中心 对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说 一个外来政权 能够在台湾 几十年 安安稳稳的 然后人家说 撵着虚做老大 对不对 你明明是 在中国大陆 打了败仗 对 无处可逃 逃到台湾来吧 对啊 对不对 这叫什么 叫亡命 对 你到台湾来 对不对 你要感谢说 台湾人容纳你 对 说到这儿 其实我又想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其实同样我在 外省族群中 我经常也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可能 就是他们相对 也同样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台湾人同样也要 本省也要感谢外省人 为什么 就是如果当时不是那个四五年以后 就是蒋介石派军队过来接收台湾的话 如果不是国军在保护台湾的话 那么日本人一走 然后台湾手无顺铁 可能找到被中共就是 就是对了侵占了 你又对这个看法 你怎么讲呢 我觉得这个看法 也很多外省人 持这样的观念 他们觉得台湾人应该感恩 他们觉得台湾人应该感恩 包括郝伯春在内 郝伯春都讲过嘛 好像说 如果不是我们八年抗战的话 台湾现在还是日本奴隶啊 这个话坦白讲 听起来乍听起来 似乎有道理 细思下气 简直是无耻到极点 台湾是我们公投入日的吗 对不对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台湾会成为日本的 这个殖民地也好 属地也好 是因为中国打败仗嘛 对啊 送给日本的 对啊 割让给日本 割上给日本的 而且这个割让 我们说哎呀 日本侵占 不平等条约 坦白讲 作为一个现代的 这个人啊 知识人 要有一点国际的观念 马关条约 是中国所有条约里面 规范最完整 当时日本已经 相当现代化了 对啊 你是违心之后 对 所以他们当时 这个在整个订阅的过程 包括说 这个国际的承认 他甚至于非常精确地 划分经纬度 包括哪些范围 然后呢 这个 所以每一个手续 都合乎一个 现代条约的 这个规范 所以你不能说 它是不平等条约 什么不平等 本来就是什么 你打了败仗 那就是要接受后果 然后难道说 二战以后 日本说 这个 我的无条件投降 是不平等的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国际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你把台湾人得到台湾 同意吗 对啊 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 对不对 所以说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城无力可回天 你想那个时候台湾人 多么的惶恐啊 突然之间 伟大的祖国母亲不要我啦 就像小孩子 当妈的 要遗弃你 哎呀哭天喊地 妈呀妈呀 你不要把我给丢了 对不对 当时台湾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台湾最后自己成立一个叫台湾民主国 对啊 台湾民主国宣言里面有一句非常的感人 台湾现在状况是无天可遇 无人可圆 当时台湾很多士神 想要这个以台湾的矿产 以前台湾的煤矿很多 那么以前的船需要烧煤 所以煤矿是一个战略之源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于这个船只的来加煤加水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说希望以台湾的矿产来换取英国或者是法国的支持 但是他们都没有会议 对 所以台湾是很努力的争取如何的不要被日本人统治 该打仗也打了以为保财战争 但是后来进一步的自主自觉的来发起抵抗 现在我们这样说不对称的作战 最标准的不对称作战 就是台湾的隐蔽战争 因为 那个太不对称了 太不对称了 选速太大了 那完全都是原始的冷定器为主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大清国仓皇而逃 对不对 什么什么楚勇什么勇 通通这妈的勇于决裂商家 台北的商家被决裂一空 对啊 他们都走人了 屁股一拍走人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台湾自主来对抗 日本来的是什么 禁卫军 什么叫禁卫军 玉林军嘛 对 换句就是 装备最好 这个战力最强 然后日本的青黄 九 白白穿功能脚 对 亲自领军 来台湾接收 他们没有想到 会遇到这么严重的抵抗 嗯 嗯 那么 这个 以为战争打了多久 打了一百多天了 对 坦白讲 以这样子不对称的战力 特别是在 这个苗栗 这个 新竹一带 嗯 日本还发动了 从海上 的箭炮 来攻击 这个 异军 嗯 所以说 这个 台湾人 啊 太对得起 列祖列宗了 对啊 你知道 甲午战争怎么败的 啊 除了海上 不给力以外 嗯 啊 那个北航舰队 啊被打得 啊 溃不成军 嗯 露面的 嗯 大清 花了 一百多万两 去 整建这个 旅顺的药塞 嗯 这个旅顺药塞 花了十年时间 百万两 嗯 的投入 你知道 旅顺药塞 支撑了多久 不到二十四小时 清军 溃散 然后 因为日本人啊 看不起这种投降的 嗯 所以 在旅顺 日本 对 投降的清军 大肆屠杀 嗯 还有就 俘虏了一堆 好几百人 到日本去 嗯 当俘虏 当 当 当 矿工 嗯 后来很多 死在日本 还有 还有他们的坟墓 还有他们的 这个墓碑 所以 所以这是 这是什么 你这个 正规军啊 啊 二十四小时 你都守不下来 嗯 你跟台湾一百多天 你怎么比啊 嗯 但是在我们的 这个 成长过程里面的 教科书里 没有人写这一段 对 对不对 好像台湾人 就这样子被割让 就好像就束手就擎一样 对 第二个 你说 如果二战以后 没有 国民党来台湾 救 救我们的话 嗯 会怎么样 第一个 我们想说 不是他八年抗战 就没有台湾光复 我们现在 去把八年抗战 所有的文献 所有的 动员标语 拿出来看看 除了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开罗 开罗宣言里面 蒋介石 想到说 我要 要 要台湾澎湖 要回归 除此以外 那后来 打到后来 之前 没有一句提到台湾的 嗯 那个 抗战 最主要叫什么 救亡图存 对啊 哎 我老爸 当年 中山大学 不读了 去读 皇后军校 他不是为了 光复台湾 对啊 他也不是为 国民党而战 他是为了 所谓的 国家的存亡 对啊 对不对 结果 我老爸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 很纯洁的爱国的之举 那个时候是正当年最激烈的时候 嗯 结果因为这样子 共产党来了以后 我的祖母成为 反动军官的家属 嗯 黑五类嘛 嗯 我祖母是被怎么样 扫地出门啊 丢一床棉被 赶出去 坦白讲 我们家在当地算是有钱的嘛 嗯 那么 这个 他儿子去读军校 他哭死了 嗯 对不对 好不容易出个大学生 好好大学不读 去读什么军校啊 嗯 对不对 结果军校 一去 就开始撤退 嗯 从广州报到 然后 一路走 撤退到 桂林 再从桂林 再撤退到 贵州的 独山 哦 到了那边 已经 走了三个月了 那个时候正好 昆仑关战役 非常刺激 昆仑关战役 是在 广西 因为 昆仑关战役刺激 很多基层军官 伤亡很惨重 嗯 这个 基层军官不足 所以 就想 把军校生 拿来当 基层军官来用 嗯 所以 就把 我父亲 他们军校 十七期 跟十六期 还没有毕业 十七期 刚刚入伍 的 也 派到前线去 啊 然后 去 充当排长 啊 带头厮杀 昆仑关战役 死了很多 那 你打不死的 回来以后 就算毕业了 所以 所以我父亲 以我的 这个 军事训练的过程 坦白讲 他就等于 连日武训练 都没完成 对啊 什么其他 什么基础教育 都没有啊 对 但就算 军校十七期毕业了 毕业以后 是干什么 远征军 一路打仗 他是为了 国民党而战吗 对啊 他更不是为了 台湾而战嘛 就是因为 国家都快没了嘛 所以 最后 日本 清华 最后的一战 就在哪 就停在 毒山 贵州的毒山 但是 今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偉大的 中国共产党 却认为 我父亲是反中军官 我父亲的 妈 是个 黑五类 黑五类 地主婆 我们这个家族 在当地 在干州 我们是什么 就叫贱民 新中国的贱民 抬不起头来 对啊 我想 上官乱 最了解 太清楚了 对 这跟你个人 怎么样 没有关系 就因为 我父亲的 一步之差 他不该爱我嘛 对不对 他一样可以 浑浑噩噩噩的 过他的公子哥生活 对不对 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你说这个样子 共产党 我还要叫他统一啊 门都没有 对 脑袋清楚一点 其实你说的很对 就是像他统一了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 就会 就会 逐步的被打成黑五类 因为当时其实很多 就是在 这个国民党 撤退到台湾来之前 其实很多人他就选择了 要跟共产党嘛 结果选择没过来的人 基本上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很多军官 投降的军官 要么你就被弄到 朝鲜北韩战场去了 知识分子后来都被打成 各种什么政反啊 各种反动派啊 文革游异兽的 所以说 这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代价 所以说 这个王建宣 我们王前院长 有一次跟我同台 也是大选期间 他当然是 他说 我们 两岸一家人嘛 我们何必要打打杀杀咧 我就跟他讲 我知道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我小的时候 也是个基督徒 所以我说 公义使邦国高章 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邦国 你这个国家 无法实现公义的话 你这个国家的存在 就是有问题的 对 台湾年轻人的问题 就是 刚才听到很多 关于跟中国的这些 不管是更久之前的 日据时期 以前清零时期 到现在 那也确实 我们现在近年来 就是中国的 红统势力侵扰嘛 那你曾经在 就是公开的场合 就是据斥说 就是要反对中共 然后一部分 你有一些外省级的老朋友 就觉得 你是被台独啊 或者是特定阵营给收买 那你觉得很难过嘛 那现在来说的话 中国的势力影响这么深远 那他们的立场有改变嘛 他们对你的看法有改变 对啊 就刚才说你的那些 你的老朋友 他们这两年有没有逐变改变的 对啊 我已经71岁了 但是我的所有的老朋友 也都是古兮之年嘛 一般来讲 人越老 越是听不进什么话 越是顽固 所以为什么会有老顽固之说 那说起来我也觉得说 这个如果 他们无法认同或怎么样 这是他们的选择了 对不对 我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里 就我刚才讲的那样子 对不对 被剥夺感 所以 我也想说还好 大家都这把年纪了 所以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 蛮 蛮 蛮支持台湾的 一个黑帮老大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些人啊 死光了以后啊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啊 我没有说是什么 我说我 那么 幸亏怎么样 我们都已经到了古兮之年了 再怎么样 你看 这一批大概都六十几了 对啊 台湾已经民主化三十年了 对啊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岁月是把杀出刀 会把一些脑袋不清楚的 会后浪推前浪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看年轻一代的 对不对 长得又帅 脑筋又清楚 对不对 所以 在这样的中共的认知战 台湾的红筒的配合之下 台湾的主要报纸几乎都是红的吧 媒体一片红嘛 对不对 这么努力投入 结果呢 这次选举 虽然说这个民进党的票 没拿得像上次这么多 但是不要忘了 国民党少了八十万票 你这么努力啊 不但没有增加一票 还少了八十万票 所以我 我前不久就听赵大康在自我检讨 他说我们啊 一定要争取 这个更多人来认同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 就是 本省人经常有一个词叫高级外省人 你怎么理解这个词 高级外省人是我们外省人创造的 是吗 是你们创造的 他名字一下忘记了 他是脸书 他很多的 他有好几本书出的 就是说 他是一个自认为的低级外省人 那有低级就有高级 对 那么他感受到 当外省人受到本省人的这个白眼的时候 很多低级外省人想说 管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又不是统治者 我又不是既得利益者 我什么好处都没拿到 我什么好处都没拿到 对不对 我很卑微的 在这个社会的基层里面 这样子活着而已 很多是外省人 当年很多是这样 特别是一些军中退下来的 我们叫老农民 老农民 我跟你讲 我当国大代表的时候 那时候最部会主委 杨廷云将军 他就讲 他说 那估计啊 有二十万的老农民 那很多老农民 还有很多 住在那个 桥下的 大排水洞的 他说 这些啊 他真的 感觉啊 心里非常的难过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这些不就是 低级外省吗 那高级的是什么样子 高级的 有 有很多 譬如像说 山东 上海 一些实业家 他们一直有钱到现在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这个江浙财团 然后 这个 其实 这个 台湾过去有很多邦 山东邦 在纺织界 这个 面粉啊 什么什么 然后你看 大宗物资进口 都掌握在高级外人手上 以前有一个局 叫 物资局 物资局有很多权贵的 他们的 子孙们 藏在那里 不起眼嘛 物资局 但是 那里 吃香喝了 算记得利益者吗 你觉得 那不是记得利益者 那像我们这种 低级外神 你能够 进得去吗 对 对不对 所以说 真的是 当然 这种 所谓的 阶级的存在 是在 人类社会里面 都有 对不对 包括在美国一样 所以 为什么会有 国税的运动 就是一样道理 所以这种问题 在过去 现在对 最反台独的 对民党政府最不满 往往是这些真正的破例者 哦 他们你看 讲什么 台湾是鬼岛的 不就是联合报 那个 那位大小姐吗 我就主要讲 联合报的 那位大小姐 对不对 台湾是鬼岛 亏他讲得出来 对不对 当初没有这个鬼岛 你爸爸 早就不知道 死在哪去 对不对 我公开讲 包括我们那位上将 陈廷宠在内 他是山中流亡 他是流亡学生 他是这个江苏 对不对 你十几岁 身无藏物 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来 没有台湾的话 你们 你们能够在马 对不对 对 你们搞不好 后来就抓去抗美人权去了 对 对 韩战当炮灰 对不对 所以说 你还不满意 你地下什么战功 你说出来 没有 你就是这样 累申到上将 多少抗日明将 后来他们被中共抓了 改造十年二十年 他们都中将而已 但你看他们的战功 对 真的 你到上将 一个月 越岭 这个二十几万在那里 你不满意 你还在那里骂 台湾站里得顶 得顶 你不是有责任吗 你这个陆军得是怎么干的 所以我痛骂她 对 没有台湾 我妈就常讲 好的有台湾 不然我们在海上 跳海 对 对 因为我们 淡然的 匪窝 我们知道说 回头一定死路一条 对 所以我妈很感谢有台湾 常讲 好的有台湾 对 没有台湾的话 今天 我这七十几年的岁月 坦白讲 在中国历史上 像我们这一代这样子 没有战乱 经济不断不断地改善 不断不断地发展 中国所有的所谓的盛世 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对 所以 今天我们何其有幸 就是因为 我的父母 做了一个正确决定 来台湾 逃到台湾来 逃到台湾来 然后 台湾人 包容我们 给我们吃 给我们住 对不对 好多有台湾 你说我们外神 也有贡献 没错 其实 日本自台也有贡献 任何 都不能够忽略了日本 五十年来的贡献 对 他是让台湾 跟当时讲起来 他当时就想要建设一个模范的殖民地 去跟英国比较 你看我把台湾治理什么 所以他治理台湾四十年的时候 他 这个发起来 始政四十年的博览会 对 他展现给各国 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当时的福建省长叫做陈怡 带着他手下的 有名的 譬如像说 颜家干 对对对 这些福建省府官员到台湾来观摩 发现台湾非常进步 对啊 那么陈怡 两个礼拜后 他就先回去了 其他的留下来 在台湾待了将近两个月 各方面交通 社会建设 教育建设 公共卫生建设 当时比其他各国毫不逊色 所以 你能抹杀日本人的贡献吗 当然 国民党也有贡献 外省也有贡献 这点 当然是事实 但是 不是说没有这些 没有国民党 台湾就惨了 我告诉各位 现在很多国家 都是二战以后独立的 对 所以 过去的殖民地 在当时的做法是什么 就说 住民自觉 对 台湾的 在日本统治之前 有一个国叫台湾民主国 对啊 合理的 如果没有国民党 这个台湾民主国 就会在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之下 联合国托管 因为当时就有讨论过 由联合国托管 托管 然后 让台湾民主国 重新的再生 在东南很多国家 就是这个样子 重申的 譬如像说越南 对 譬如像说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以前亡国嘛 譬如像说 辽国 老沃 都是啊 对不对 所以说 没有这么严重 哎呀没有国民党 又怎么样 还这么严重 坦白讲 有很多人来讲 如果是当时是 联合国托管 那么台湾可能 这个 面临的状况 会更好嘛 对 至少共产党没有理由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怎么样 因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这一部分 已经在马关条约里 做了了断 对 哇今天就是听彭孝大哥 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发现信息含量极大 就是虽然之前其实彭孝大哥 在各种节目上都聊了很多 更多是关于当下的史事的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 非常坦诚地 听他聊一个外省人的心声 而且他真的是从 不管 而并不是一厢情愿地在聊 为什么是这样 而是用了很多史实 还有他个人的经历 还有从各方面来论证 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深入 也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信心 让我们觉得 台湾其实他的这个族群融合 从几百年前就是这样的 台湾是有这个底子 就是族群融合 然后走向世界 而且他的命运 也不一定就是像 不一定就是说 像现在写好了这样 对吧 他其实本来就应该有很多可能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很多 既定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彭孝大哥 来来来 我也非常大幸 能够跟上官乱 还有我们这位 这个年轻的 我们的这个后生可畏 来一起来上这个节目 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希望说 让我们年轻一代 就是所谓的民主富二代 能够知道说 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本土化 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且我们能够这样子 是多么的可贵 我刚从印度回来 回来以后我们全团的人都讲 好高兴回到台湾 什么是天堂 像台湾这样子安安文文 就是一个人间天堂 谢谢 所以感谢彭孝大哥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 一段终有序爱台课 谢谢 非常感谢黄鹏孝大哥的分享 所以接下来 也是我们分享观众留言的时间 是 就是最近有几个留言 那我就来分享几则 两则 一个是 S-L-E-U-T-H-K-O-N-A-N 很难念 每一个都很难念 他是在我们前一阵子讲到 盛雪老师在一起 跳机的那个 那个新闻的时候 他就说 从遇到挫折或是利益损失的时候 表现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品格 那台湾不能帮忙 你就骂台湾 可见骨子里面的傲慢 而且台湾执法一点都不暴力 你非法滞留死赖着不走 只好把你请走 不然我们是要跪着拜托你走吗 他相信说 如果你事后的网络的发言 是温和的感谢跟体谅 一定会有很多人默默协助 但是你这一骂就什么都没了 这个我真的是感慨万千 就是其实最近 就是采访了这个盛雪老师之后 其实我们私下还聊了很多 还聊了更多的案例 其实跟这个 跟这个观众的反应 就是他的直接反应 其实我很能理解 其实很简单 其实不管是什么国家 不管是什么两岸关系 再特殊也好 其实我们到最后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 其实最后反应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你一个社会再怎么样 其实如果大家都能体谅的话 我觉得就是 如果大家能好好沟通的话 也就是不要贴预定的标签 或者也不要去就是走情绪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大家互相的话一定可以体谅 你要愿意伸出援手 对 所以就是其实我 就是这么聊了下来 我就发现 其实台湾现在 因为台湾本土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 政策难民 然后他们就说 其实这种 把这个矛盾升级 就是通过大家 这种不理性的沟通 这种情绪化的沟通的话 其实之前 比如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但同样反过来 如果前人做得不好的话 就是后人遭殃 对 对 这样其实它 可能就偶尔一两件 这种不太友好的新闻的话 其实很影响 就是台湾或者其他的民主国家 对后续的政治难民的 这种帮助和救援 对 所以我一直都在呼吁 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沟通 一定要克制情绪 对 不要觉得就是 没有达到预期的话 我就爆发 其实 这个不只影响你个人 其实还影响人家 对整体这个主权的判断 对 其实很影响后面的人 怎么来 就是处理这个事情 是 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折的话 又是熟悉的这个 AZZK6F 这个人很常出现 非常积极的留言 那像他就有提出说 他希望阿乱可以采访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 他想要了解 台湾在这方面的法规制度 然后他也觉得 盛雪老师讲得非常好 他也同意中国一天不民主 台湾一天就不安全 台湾应该要积极面对中共的威胁 而不是逃避现实 他希望呢 我们可以拥有KO中共的力量 好了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 好 我回头去跟杨大哥聊聊 杨大哥这是粉丝要求的 也是你的粉丝要求的 下次再联系一下 杨大哥希望 欢迎杨大哥能跟到我们节目来 当然这个要尊重他的意愿了 但是我是很想跟杨大哥聊聊的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而且是 又有做事的动力了 对 大家都应该像这样 对 有邀请 对 真的就是如果你们希望 我们邀请哪一个嘉宾的话 你就是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们去做一做努力 对 对 也希望嘉宾能够 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 这些嘉宾的认可 对 对 所以更多要靠粉丝你们 对 所以就是 好 谢谢粉丝一直来跟我们的互动 而现在互动也越来越多了 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留言 好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亂中有趣爱台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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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